有關於他們講的這件事情 有關於虛格證的產量 為什麼會給兩年 那是因為我們自治條例通過之後 就是有兩年的一個緩衝期 那這一兩年我們並不是說 就是照以往的資料去做一個合法展年的部分 我們是合給它 是全台灣最嚴格的一個空氣物養的一個排放標準 而且針對森美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減量八成 所以整個污染量全部都降低了 那另外環團有提到的就是監督平台 跟我們以六青一個溝通平台 那這兩個本來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平台 一個是針對專家學者提出來一些 六青的一些監督查核的部分 做一個平台 那是監督平台的部分 那我想這部會持續開會 持續推動下去 那另外針對大陸養護基金的部分 那因為這是之前 就是 就已經延續下來的 那六青因為它很多大型車輛出入 那造成一些大陸一些損壞 那我想這部分他們是基於所謂的 使用者附會的一個原則 那是一個提出的補償方案 我想這部分跟一個環保的監督 是完全沒有相關的 那您還有提到一個性貸保護原則 那個部分是怎麼樣的 那這部分是屬於自治條例 那我們當時自治條例 就是有同意給兩年這個緩衝期 那基於一個性貸保護原則 我們的許可證就是最多最多 就是只會同意展年兩年 你看看我的我最最